重要的比較沒概念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前面這個定義名稱的部分 其實這個定義名稱就是 我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再按Ctrl-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它會自動去顯示出你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以後呢 我們按F3 它就會自動帶過來了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以後你就要記名稱就好了 你就不用去管說你到底這個資料 是放在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個範圍 我覺得會簡單許多 那只是說呢 你怎麼去做管理 特別注意管理的部分在這裡 公式 那你選好之後這邊可以輸入 輸入這個名稱按Enter 這個範圍以後就叫這個名稱了 那怎麼管理它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也就是說 你將來所有的東西 通通會在這邊出現 那開獎101開獎102 這個清單裡面 比如說這個開獎91 我沒有不要的我就把它刪掉 你可以刪除沒有關係 第二個就是說 參照到的範圍對不對 如果不對可不可以修改 可以啊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它這個名稱 以後對應到了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哪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個範圍 那如果錯了你可以再從這邊 自己再去修改 沒有問題 或者刪除掉之後再增加 那也就這個清單裡面 你可以去做在這個地方去做管理 以後的話用F3就可以去叫出你要的這個範圍 來管理啦 我覺得這個方法的話會是一個 那哪裡比較快呢 其實好像感覺 從這邊這邊會比定義名稱難得快 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也就是定義名稱你這邊打開獎101 跟這邊直接輸入按Enter 結果會是一樣的 另外呢其他還有像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分析統計裡面 你希望把排名有沒有 也把它變成一個名稱的話 你也可以游標放在排名上 Ctrl Shift 向下 那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我是有選到排名 所以我可以把排名變成一個名稱嗎 可以啊 但是記得按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就是它的名稱按確定 這個時候在 名稱管理裡面也會多一個排名 那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剛剛這邊不是有個Rank Rank裡面 比如說我要參照到排名 我可以把這個範圍 改成F3 叫排名 這個按確定 那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用那個 那 它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你就不用按F4了 因為常常有同學 那個最容易做錯就排名的時候忘記怎麼樣 按F4 那你沒有按F4的話那個排名的參照的範圍會跑掉啊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的話按確定 個裡面 Pocketro wall 雅廈警告 排名 應該有看到這個 February 11 recent 被你給EQ 英議員 参照到排名的范围 名称管理员里面 参照 他的 我参照错了 应该是排名应该是指的是 跟着一下 应该是指的是这个东西 哎 好 那这个这个 那当然这个这个 把它删掉一下 应该是指的是核计 我们要排名是根据核计来的 所以这边选错了 Ctrl 需不向下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核计才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这边改成 F3 那根据核计 就是这个人的 几率在这个范围里面 排第几个 这个时候呢 你不用按 F4 他自动会帮你把它做出 他排第几名 那往后点两下 也是一样 底下全部都用核计 来指向这个范围 OK 大概 几个比较重要的 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那另外 刚刚有同学提到什么 这个清除资料的时候 这个地方 会变成黄色的 理论上应该 因为我们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范围应该是 是什么 小于等于7 可是他 他应该也是把什么 把空白当成是小于等于7的 所以这怎么办呢 这恐怕你设置设定格式化条件的时候 那就 是不是还要再把它稍微改一下 怎么样 这个可能再 可能这个都没问题 这个 这个可能是他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算是一个bug吧 你看这边规则 我们是小于等于7 但是他没有资料 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 要不然你可能就用公式来决定 不要用储存格的值 可能就是你稍微改一下 这个我想 自己再去 再去try一下 因为 有些问题 像刚刚同学问我 我也没有特别注意 我只要确定说 它里面是没资料的 空的就好了 那有时候不会特别钻牛角尖 那也不会太别影响 只是说感觉好像怪怪的 因为你清除掉的时候 它会黄色 如果你不要黄色的话 怎么办 反正你如果 就多一个动作 就可以怎么样 其实 转个弯嘛 call 什么 格式化 比如说最后 清除掉之后 再call一下 什么 格式化清除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啦 比如说 刚刚是这样 加上去有 然后刚刚清除的时候 这边是会变黄色 所以怎么办 清除 没有啦 对不对 这样可不可以 应该也可以啦 反正 转个弯嘛 总不可能老板会说 看一下你的程式怎么写的 你这样写不对啊 不能这样 不可能吧 客户也不会看到 他只是看到最后的结果就好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转个弯啦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 有些同学很容易 很容易陷入 钻入牛角尖的这个上面 就是 写程式真的不要钻牛角尖 因为你自己会很痛苦 别人也会很痛苦 因为我看到你一直在钻牛角尖 会很痛苦 尽量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 如果只剩下一点点东西 手动一下就好了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但你会自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不过先解决眼前问题再说 之后再来讨论 但也都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不过你的角度 我觉得那种使用 应用跟设计是不同的 设计的层级一定要慢慢拉高 也就是你的思绪 绝对不要一直很急躁 一定要把你的脚步放慢 然后要非常的细心 这点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慢慢的话 你们要慢慢把自己的这种 除了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之外 还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 我不知道各位听不听懂 但是我是觉得真的 如果你只是提升你的 你的专业的知识 但是你的心灵境界没跟着提升 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忙碌 一直在那边 有点像那个 所以我常常看到你们在做事情 有的时候 有点像看到那个 那个老鼠在那边 一直轮子一直在转一转 他其实以为他在往前跑 但是呢 实际上他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然后一直无穷回圈 会跑不出来 所以这有时候是一种情况 不过既然就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最后有一个这个 有没有 前七名 OK 另外热透彩 最后你可以跟那个 什么 call格式化 比如说你最后做完 我讲过了 这个你会写 可是格式化你不会写 怎么办 你可以用什么 call 格式化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 跑完之后不会格式化 但是你问题是 哎 这格式化怎么办 如果手动感觉好像又很low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录制好 刚刚那个格式化之后 用call的方法 跑完回圈之后 跑完回圈之后